我们现在在三峡节流纪念园 这个地方是看正面这个三峡大坝的最佳观景位置啊 中间像梳子一样 这个地方就是大坝泄流的啊 泄洪的那个孔 然后两边呢是发电的 中间泄流两边发电 然后那个地方 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垂直升船机啊 再往那边走才是大船的那个五级船长呢 在这看不到被那个山挡住了 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它的正面 我们在电视上新闻里看的那个三峡大坝泄洪的场面 就是在这里拍的啊 哈哈在这里拍个照吧 纪念一下 大家好我们现在在三峡邮轮上 现在前面马上要过三峡大坝了 你看大坝的那个门已经打开了 现在我们的船就要开进去 这里写的进闸 里头已经有一个船了啊 我们的船要去它后面去 我们在这个长江三号的邮轮上 这全是拍照的游客呀 你看大家都不在房间里站的了 都来甲板上来看了啊 难得一见呢 这个三峡大坝它有五级船闸呢 我们现在进的是第一级 我们的船是晚上六点半 现在进入这个闸门 从这边全部通过这五个闸门 需要三四个小时呢啊 超级大的两个门啊 经过这个闸门了 今天早上刚看了葛州坝那个船闸 晚上就看三峡大坝的船闸 近距离看看这个闸门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船闸里面了 这里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可以同时放好几艘船 一会儿我们的船呢 要到这个上面去 这里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线啊 怎么样上去呢 一会儿把门关上以后啊 就往这里面放水 水涨船高 随着水升高的 这个船也会升高 一会儿就到达这个位置去了啊 你看看它要放多少水 才能把这个空间填满呢 很期待啊 这船渣里面好多竖条的这个凹槽 这个这是干啥用的啊 这个凹槽的底部呢 还有一个那个桩子 就这个船停好以后啊 要把缆绳系在那个桩子上去 固定船呢 一会儿不是放水的时候啊 这个船就会往上走 然后这个东西 它也会跟着船往上走啊 因为它是有福利的 就是固定船的这个作用啊 我们的船快顶到前面那个船了 哇 还在往前走啊 这船长的驾驶技术很高啊 放个广角看看 前面那个船上装的都是汽车啊 装了一船的汽车了 前面那个船也是很牛的 你看它离那个墙壁也是靠得非常近 紧紧的贴在墙边 我们这个船也正在往那边上靠呢啊 一会儿要拴住那个柱子上去 哇 这个柱子真的很高啊 这个凹槽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凹槽呢 这里面是梯子 你看这里有很多的梯子啊 这是给检修人员 走的这个梯子 万一这里面出现什么情况 他们就顺着这个梯子走下来了 这梯子也几十米高呢 过着一次5G船杂 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这一天算下来啊 总共也通过不了多少艘船 现在长江上的船这么多啊 货运这么繁忙 所以这留给这个游轮 名额就非常少 大部分的游轮呢 都不会让他们通过这个船杂 我们这个游轮呢 是为数不多的几艘 允许通过船杂的这个船 所以能完整的看到这个船 是如何通过三峡大坝 这5G船杂的 机会非常难得啊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我们游轮的船头位置 现在呢我们的船已经整个都进入这个船闸了 那个是船尾啊 然后后面那个大门也关上了 这时候就要放水了 到船尾看一下我们的船后面 还有没有跟着其他船呢 因为我们这个船太大了 长度150米 现在已经开闸放水了 你看这里有个刻度线 90米 你和那个对比一下 看我们的船是不是一直在往上走啊 这速度还是挺快的吧 这一会儿 你看都快超了那个90的数字了 哇 这真的是超级快的 超级快耶 它这个放水的时候 不是说从这两边像自来水似的那样打开水框头放水啊 你是看不到放水的过程 因为它那个水啊 是从这个船闸的底部这样放出来的 你看不到的 但是就这个速度相当快了 放到那里95米 从这里可以完全的看到这个闸门 它是人字型闸门啊 这两个闸门承受的水的压强可是相当大的啊 哇塞 看那个95的字 现在已经跑到我们船下面去了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船闸上面来了啊 你看和这个最高的地方已经齐平了 只要三五分钟的时间就上升上来了 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排队进船闸 还有等待的时间 其实进来固定好以后 这个放水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水涨船高啊 现在水的位置升高了 我们的船也涨上来了 然后现在的任务啊 就是前面的闸门打开 我们开进去 然后进第二个闸门 一级一级的 一共把五个闸门全部通过 我们的船就上去了啊 从这里看一下 刚才那个凹槽 就是固定船的那个凹槽 这还挺大的这个